今天說到西南風的影響 中南部地區不定時的游雨 而你看到在午後的天井 就像這樣子各地區都有午後雷震雨發生 外出都要帶傘 午後雷雨來襲 氣象署針對北中南東多個縣市發布大雨特報 尤其山區雨勢明顯 還可能會一路下到晚上 不過現在更熱鬧的是西北太平洋 不斷有熱帶擾動發展當中 朝向日本的東北部的附近來前進 那預測在明天的上午 它的中心將會逐漸登陸到日本 還有氣象達人林老師說明 可能出現三台共舞 包含最快週一登陸日本的馬雷雅颱風 TD07熱帶性低氣壓 可能在週日下半天到週一 變成今年第六號颱風三神 但兩個都是哈日族朝日本前進 至於熱帶擾動9EW也有機會增強 對台灣都沒有直接影響 但赴日旅遊的民眾就要多加留意 西北太平洋剛好落在一個 大的低壓帶的範疇當中 那在整個大的低壓帶裡面 因為環境非常適合熱帶擾動的生存 另外氣象專家吳勝宇分析 季風環流圈位置會逐漸往西調整收縮 因此圈內颱風系統發展位置也會偏西 後續如果出現颱風不排除路徑走向 更接近台灣 如果犧牲的話我們怕真的擾動的話 就比較容易靠近我們台灣 甚至於對我們台灣帶來比較大的一些影響 而台灣天氣週一人受到西南風影響 週二週三西南風減弱 午後仍有雷震雨 週四開始低壓帶再度靠近 天氣不穩水氣增多 南部不定時有雨 而熱帶擾動持續生成是否影響台灣 還要時刻關注 TVN新聞中的張惠仙 帶來報導 TVBS大運動家 跟運動迷一起競技的電行 馬上下載跟中華隊一起all in